逍遥说话间 刘悦已经缓缓支撑着站起身来 左动右动活动着筋骨 忽然 几人都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刘悦一愣道 你们看什么也看 逍遥道 那个 你活动归活动 不要做这广播体操程嘛 那玩意儿比较触动我们的神经 风潇潇说道 是呀是呀 一见冲天一嘟囔 我这耳边啊 都响起音乐来了 风潇潇瞪着他 我说大叔啊 你几岁了 这玩意儿和你有关吗 一见冲天不满地说道 我不过虚掌你们几岁 再说了 我也是有过去的嘛 风潇潇鄙夷地说道 你认识这是第几套吗 逍遥说道 哎呀 他刚才提到音乐 他这么熟悉啊 我敢肯定 他是体育老师 风潇潇瞇着眼 哎呀 老师正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 最讨厌的生物 那边的刘悦 玩命地点头 一见冲天 连忙对天诅咒 自己如果是老师 就不得好死 一提到这个 刚刚有些轻松的氛围 瞬间就又沉闷起来 四人不约而同地 叹了一口气 逍遥的目光 投到了 是手洗跟我从哪里来 消失的那个缺口 一剑冲天擦拭着 他的棋绝悬风剑 满目的沧桑 刘悦继续不动声色地 活动着筋骨 片刻之后 风潇潇仍不能平静 只觉得心烦欲乱 对着刘悦 宣泄自己的郁闷 一挥手道 滚一标做操拳 说着他也缓缓站起了身 刘悦居然很是听话 忽然就收了手脚 朝一旁溜去 他一边跑一边说道 诶 是手洗的白生剑 掉在这里啊 正要伸手去拔 忽然一道寒光直射身前 经过长时间的恶斗 刘悦的神经 一直保持在高度紧张 不及放松 此时一个闪身滑开 顺势抽出圆月弯刀 对着寒光闪来的方向 沉声道 有敌人 却只看到 风潇潇伸出的一只右手 侧头一瞅 寒光沉寂的地方 是风潇潇的疾风无影 刘悦恼怒道 你干什么你 风潇潇不答 几步走过去 一手拾起疾风无影 另一只手拔出了白生剑 端详片刻后 说道 果然是好剑 三人都傻眼了 刘悦愣道 你跟我抢剑哪 风潇潇叹息道 唉 受人所托 忠人之事呀 试手洗临去之前 交代我把这个剑 交给崖下魂 一提起试手洗 自然而然 一股悲凉的感觉 涌上了个人的心头 刘悦插刀环翘道 那你直说就是了吗 我难道还会不给你啊 风潇潇点头道 以你的无耻啊 很有可能 刘悦怒道 我有那么无耻吗 就因为你还不是太无耻 所以这一刀 射的是你身子前面的空地 如果换了是他 那就直接往人身上扎了 风潇潇手中所指的他 正是一剑冲天 一剑冲天眉毛一扬 下意识地按住了剑柄 但一想到此刻的众人 都是心情激盪 这动手虽然是打闹 却难免有事轻重 当下强自克制住 问逍遥道 你怎么样了 逍遥道 快好了 说完又问风潇潇道 为什么白生剑 是手洗腰交给牙下魂呢 牙下魂是什么人 风潇潇还在故弄玄虚 你看到牙下魂 自然就明白了 那边的刘悦 却已经抢达道 因为牙下魂就是陈烟 就是那个势手洗身边的 那个快剑手 逍遥恍然大悟 哦 难怪我觉得他的剑法 有些眼熟呢 哎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确实问向了风潇潇 风潇潇道 你没问过吗 逍遥忽然又道 哎 不对呀 陈烟是已经死过一次的 亲生的牙下魂 怎么会和以前一样的剑法呀 这事啊 说来话长了 你还是快点疗伤吧 就等你了 逍遥连忙定下心神 运功疗伤 风潇潇问刘悦 对了 复活点那边怎么样了 获取了那么多人 没见一个回来的 是不是又打起来了呀 刘悦点头道 飞云发来消息说 铁骑放话了 要死守复活点 至少要到伦白为止 风潇潇疑惑 伦白 逍遥知道 她的知识面比较狭隘 替她解释道 你每被杀死一次 武功熟练都会扣除 但是在你的武功熟练 被扣至零时 你可能等级还没有到零级 这种情况就叫做伦白了 算是轻于喜白的惩罚吧 风潇潇点了点头 又问刘悦道 那京风呢 对这个问题 刘悦有些猝不及防 随口道 清风啊 在铁骑的身边附和吧 一定是这样的 一剑冲天 将擦拭的亮得夺目的 七绝悬风剑 挂回腰间道 等消遥好了 咱们就过去 风潇潇点头道 在那之前啊 麻烦你们俩先擦把脸吧 一剑冲天和刘悦 今天杀了不少人 都是满脸血污 情迹可不 风潇潇一直不敢直面二人 刘悦惊道 是吗 说着蹭的一声 拔出圆月弯刀 刀热一横 刀身罩着自己的脸 大惊失色道 我靠 老子的发型啊 说着 另一只手连连整理头发 嘴里嘟囔着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呢 一剑冲天的七绝悬风剑 显然没有这个功能 匆忙凑上前去道 让我也看看 刀身中 立刻出现了两张恐怖的面孔 头发可以整理 可是脸却不是那么容易弄干净 两人四下打零道 哎呀 这没有水啊 说着 一剑冲天的目光 盯在了风潇潇腰间挂着的葫芦 风潇潇顺着她的目光一瞅 大惊失色 连忙摘下葫芦 一剑冲天对于风潇潇的察言观色 非常满意 正要伸手来接 却见风潇潇将其塞入怀里 嘴里骂道 滚开 想都别想 一剑冲天不满地说道 别那么小气嘛 一点酒而已 风潇潇叫道 我靠 令狐冲给的 怎么会是普通的酒啊 这可是瞬间补满内力的酒 三人立刻一愣 刘月已经忘记了整理发型 谁都知道这样的酒 有多么的珍贵 瞬间补满内力的药丸 预露丸 多少人可连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风潇潇现在 却有一葫芦这样的东西 刘月立时咆哮道 我靠 你这个狗屎晕的东西 一剑冲天 瞬间又回忆起了以前 自己当废品送给风潇潇的矿石 到了她的手上 就变成了超级宝剑 后来虽然被毁坏了 可是却又变成了既变态 又具美感的飞刀 一时也是愤愤不平 剑柄已经被拧成了麻花 只有逍遥 一声叹息之后说道 唉 我早就习惯了 又是争吵了数据之后 终于以逍遥的起身告一段落 一剑冲天和刘月的脸 最终也只能是葫芦吞草的 拿衣袖抹了两把 头发倒是梳理得整整齐齐 四人各提精神 暂时抛却了眼前的忧伤 一头扎进了树林里 四人衣袖飘飘 步履轻便 轻功都是有些造诣的嘛 风潇潇又把葫芦挂回了腰间 此时随着身形左摇右晃 引得一剑冲天跟刘月 无助的侧目 看到两人那如饥似渴的表情 风潇潇的心下一寒 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葫芦塞回了怀里 并且暗自发誓 绝不再让两人看到这个葫芦 此番出林 可就比来的时候迅捷多了 不大一会儿 已经穿出树林来到了山路上 有逍遥这个华山老牌弟子在 更是一点耽搁都没有 直奔华山的复活点 风潇潇往为自称是曾经的华山弟子 根本没去过华山的复活点 此时自然要向逍遥 打探一番复活点周边的环境 听起来倒也是平淡无奇 无非就是 城里的复活点 是被房屋环绕的广场 而这山野间的复活点 便是被怪石树木所包围 奔出几步 刘月忽然有些迟疑地说道 哎 要不要先去传送点 接应些人手 一箭冲天傲然道 不必了 有我就行 刘月点点头道 那走吧 却不料一箭冲天 又在后面大呼 真不去啊 我刚才只是顺口而已 刘月愣着愣 一箭冲天道 这要我一个人来顶吗 除非小风的酒借我喝 一阵风声 风潇潇已经飘在了数米之外 声音徐徐地传来 去接应人手 三人连忙跟上 一箭冲天不屑道 切 真是小气啊 逍遥跟刘月 以沉默应对 如此一路奔波至华山脚下 一路走来 都没有看到半个路人 这奇怪的现象 自然已经能够说明 华山的传送点 的确被控制了 但是 这是如何控制的 难道一传送出来的人 便急射杀吗 那这样 复活点那里 不知道要堆多少人了 四人是各怀心事 转眼间 已经看到不远处 传送点处的小亭子了 负责接送的车夫 百无聊赖 独自一人东张西望 四人的眼睛 盯向了周边的树木草丛 偷袭这些菜鸟 哪里还要废什么周章 几人相互一打眼色 各飞一脚 等落入树木草丛之后 先是传出声声的惊呼 紧接着便是刀光 剑光 血光 一声声的惊呼 化为了惨叫声 片刻后 逍遥 刘月 一见冲天 已经各自的钻出来 聚在了亭子里 身子 自然不免又增添了些许的血迹 但是四下一望 却不见风潇潇的踪迹 正要去找 一旁高高的草丛瑟瑟 风潇潇的身子 逐渐地钻出来 浑身上下杂草铜声 吐了口吐沫 兴兴地说道 妈的 这边没人 没有理他 逍遥对刘月道 叫人吧 刘月点头道 我已经告诉飞云了 他自然会安排 一剑冲天 收剑入鞘岛 我们先去 不必等他们了吧 说着 三人是飞奔而去 风潇潇还在整理服装 连忙大呼道 哎 等我呀 说着 发足狂奔 轻功全力施展 片刻 已经追上三人 更是几个潇洒的起落后 飘落到三人的身前 回眸一笑道 哼 你们追得上我吗 言罢 长笑声中 脚下丝毫没有容让 一溜压 已经是渐行渐远 前面一个转弯之后 已经没了踪迹 一剑冲天跟刘月 只觉得胸中一口闷气 比试手洗二人坠牙 还让人觉得压抑 逍遥却在一旁 抿嘴偷笑 两人正觉得奇怪 一剑风萧萧 又是风一般地 从转弯处转回来 站在那里等着三人 等到三人走近 只见风萧萧面红耳赤 不好意思地说道 妈的 不认诺 两人立刻明白 逍遥为何偷笑 看来逍遥对风萧萧的了解 还远在二人之上啊 接下来的一路 风萧萧自然遭受了百般的嘲笑 白痴 以及和她意思相近的所有词汇 都一个个地 在风萧萧的身上 找到了落脚之处 风萧萧有心反唇相机 可惜眼下 缺少有效的论据 一切言辞 都显得苍白无力 逍遥一路上沉默不语 只是颇有兴趣地 听着三方的对骂 这悬崖边 传送点和复活点 三点之间的距离并不近 即使四人轻功不弱 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此番逍遥 自然是听了个过瘾 即将进入高潮 逍遥忽然拉住三人 事已今生 三人一领 只当复活点已经就在眼前 连忙闭上嘴巴收拾心思 瞬间 包手风范已经油然而生 一见冲天更是酷得 跟刚才判若两人 惹得风萧萧又在心里 大骂了五百遍虚伪 逍遥轻声道 有人 三人面面相去 方才只顾得争吵 完全忘记了什么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高手准则 三人非常猥琐地 尾身在萧瑶的身后 跟着萧瑶的脑袋 左转右转 轻声地问道 在哪儿呢 萧瑶摇撩头 如此吵闹的情况下 他能听到动静 已经是十分的不易了 而正在没奈何间 一声呼啸已然响起 风萧萧生怕 其他三人没听到 大吼了一声 快闪 自己第一个月开 月得远远的 他知道 这是惊风的梨花 其他三人的反应 也都不慢 各朝一方月去 逍遥藏身草丛 一见冲天和风萧萧 隐身在树后 却是刘月这一月之后 没有什么藏身的好所在 而就在此时 又是一声 一道白光 已经射向了 刘月所在的方向 刘月一声大喝 不闪也不必 迎风一刀斩去 离他较近的风萧萧 都感觉到了一股气流 再看刘月 长发乱舞 衣带飘飞 一道寒光一闪而落 迎上了梨花飞制的白光 白光分洒 已不是自己炸开 更像是被刘月这一刀劈开一样 但是刀势并没有就此结束 沿着梨花飞来的方向 地上的杂草 突然向两边裂开 紧接着 啪叉一声 树米之外的一棵大树 剧烈地晃动 树叶如雨点般地落下 重刀处目屑横飞 一道刀痕 在树米之外 都是清晰可见 随后一条人影随之飞出 重新引入了林中 谁都认得出 那是京风 但此时 三人都没心思去理会 大家更注意的是 刘月这惊天动地的一刀 风萧萧还要提防京风的飞刀 缩身术后问道 哎 这又什么招啊 刘月道 刘颖月巫 厉害吧 要不是距离有些远啊 刚才一刀就劈死他 几人在刚才除去了传送点的人 对方在复活点一复活 铁骑他们 自然也就知道他们的动向 此时的京风 又玩他的老花样 跑到林子里来 以耳带目 利用众人在这昏暗的空间中 先天不利的局面 施以偷袭 风萧萧的 你们先去吧 京风留给我来对付 刘月却有些不甘 但是看到风萧萧那决断的眼神 话还是咽回着肚子里 跟一剑冲天逍遥 一打眼色 三人忽然一起钻出 风萧萧此言本是故意 原想京风一定会出手阻拦 自己抓住这个机会 一刀结果他也就是了 却不想京风居然真是沉得住气 飞刀并没有出手 任由三人离去 真诚的风萧萧 独身一人留下 应付他的局面 京风的声音飘忽而至 小老板 你还真是有远见呢 知道我会送你做专列去复活点 所以叫他们先走啊 三人已经走远 却还在计划着风萧萧 主要是没了他 刘月跟一剑冲天 一时没有了争吵的对象 颇有些不适应 片刻之后 逍遥忽然又做出了今生的手势 两人再次一紧张 四下打量道 就有人啊 心下确实奇怪 以自己的身手 现在也是一心一意的 这有人怎么会没有察觉呢 逍遥却是一指身前道 马上就要到了 一剑冲天侧耳一听 却没有什么打斗声 心下正的奇怪 刘月一拉两人道 先看看形势 逍遥点点头 轻轻挤步上前 并示意两人跟上 几经折转 一片空地 已经出现在了三人眼前 此时却是 占满了人的空地 正是华山处的复活点 荒山野地的 规模不比城市 这块空地占地面积 也要小得很多 而且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 三人努力地伸长脖子 终于 飞云 剑无痕 花为伴 柳若旭 一个个鲜活而又熟悉的面容 已经出现在了眼前 但是三人不约而同 此时都在人从中 寻找着牙下魂 还有闲乐的身影 三人都比较好奇 这两人此时是什么表现 可是急眼下来 人暂时还没有找到 局面却有了一定的认识 铁骑盲的人 此时都在圈子的外围 铁骑 行云 还有天沙这边的高手 都各持方位站定 诸葛弩之类的戾气 是明目张胆地亮着 这其中 已经有刚才四人 在传送点儿除去的人了 而飞云这些人 此时处在安全之极的复活点中 那叫一个闲情雅致 有的横在地上睡着觉 有的打坐练着弓 完全是外圈铁骑盟的人 于无物 再细意打量 这些人基本都是高手 而像之前 飞云带着的那些伸手 不算顶级的帮重 此时却不在当中 圈外铁骑等人的脸 拉得是极长 显然是郁闷之极 他们的计划 原本也料到有一部分人 可能不急推下悬崖 就会死到复活点来 因此 复活点原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而这部分人 铁骑打算逼在复活点内 等那边全部结束之后 再劝收他们为己用 或者是再做别的处理 而令狐冲 正是引发这次计划的关键 他们在发现令狐冲的时候 也是想着 有关独孤九剑的任务 自然是想尽办法 跟令狐冲沟通 结果一无所获 但却知道了 令狐冲对向他挑战的人 是来者不拒 而且只伤人 不杀人 立刻想到 可以充分利用 利用两方 在自己手下安排的卧底 将这个消息透露出去 引两伙人来到崖边 原本以为飞云 势手洗凉火人 在听到任务的消息 在亲眼看到令狐冲时 肯定会不顾一切地 先去抢夺任务 哪知道双方 居然是异常的冷静 料到此事有些异常 竟然决定 先除去京风等人再说 如果京风就此完全消失 放弃任务 世人都会想到 其中必然有古怪 于是不得已 只好彻底发动圈套 将众人围入陷阱 此时 市井的发展 已经不在 京风铁骑的最佳设想内了 他们已经只想着 能扔一个算一个 复活点这边的安排 已经开始着重起来 可是独孤九剑的魅力之大 京风等人也是估计不足 他们也没想到 这圈套已经如此的明显 而且多了一剑冲天 还有剑无痕这样的强缘 已经有机会 突围冲出的情况下 这帮人 竟然还是念念不忘任务的事情 终归又走上了 原本设计的路线 当时铁骑正带着人往回赶 却收到京风的消息 说一切已经近在掌握当中 因此才留守崖边 没有再过来 结果却是又一次的出人意料 京风铁骑在令狐冲的身上 没少花功夫 始终探不出有什么任务的苗头 而两人不愿太多人知道 这令狐冲的存在 以免走漏消息 因此 风潇潇触发任务的这种条件 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 更何况这个任务 都说不上是风潇潇在做 而更像是令狐冲在做任务 越有网游常识的人 越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计划完全的失败了 虽然也收拾了对方几人 但是自己的高手是全军覆没 众人郁闷的 只能困住这些在复活点的人出气 不料此后 又有牙下魂 剑无痕等人挂了过来 还出现了十三少 秀里云这些 本来不该出现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 那边一定又起了什么变故 具体的情况 铁骑他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十三少秀里云过来之后 立刻就下了线 铁骑等人一心期待 再死个什么人过来 结果最终等到的是 他们在传送点埋伏的诸葛奴手们 因此 他们自然知道 悬崖边的高手们 马上就要过来了 不过更让铁骑郁闷的 还是此刻 眼前复活点中 这些人悠闲的神态 被困圈中 对方却是不急不躁 聊天的聊天 练功的练功 根本没有要突围的意思 飞云还告诉铁骑 铁骑郁啊 这样耗下去 我们一个个都成了顶级那家高手了 你们啊 还是抓紧时间想想办法吧 这个说法虽然荒诞 但似乎又的确可能成为事实 复活点 本就是一些穷苦人家 用来修炼内功的安全所在 此时被困其中 炼内功 自然是既经济 又实惠的消遣方式 其他人纷纷附和飞云的说法 不少人 当即以身作则 立刻炼内功 给铁骑看了 铁骑脸上一清 也立刻指挥手下 开始轮流修炼 更是安排了一些人去旧经炼击 部分人负责下山采购 安排的声音 自然是无比的响亮 故意让飞云他们听到 摆出了一副 要跟他们死掐的架势 而一箭冲天 他们过来的时候 正巧已经是铁骑指挥大家起来 准备迎接外敌的时候 因此 才没有看到圈内圈外的双火玩家 静坐示威的奇观 一箭冲天三人是看也看够了 互相一点头 刘月第一个从草丛中一窜而出 一刀也是跟着劈出 正是刚才演示过的招数 刘颖月无 看不到的气劲澎湃向前 仿佛是圆月弯刀 瞬间暴涨了数倍 望向这边的帮众 刚刚瞅到有人出来 还没看清楚是谁 已经觉得气劲压身 话都说不出来 转眼的功夫 这数人就来到了圈内 飞云等人的身边 还没来得及惊讶 草丛中又是六箭飞出 寒光闪过 就见六道血溅直冲云霄 飞云他们身边 又多了六个伙伴 这出手的自然是一箭冲天 六箭飞回的同时 一箭冲天从草丛中跃出 收剑落到刘月的身旁 两招 身前就已经是一大片的空白 普通玩家 哪有人还敢上前 各个把目光 投向了他们帮中的高手们 但是高手 何尝不是双腿打颤 在一箭冲天 这种极数的高手眼里 他们一样是菜鸟 两人傲然而立 藐视的目光 从眼前众人的脸上逐一地扫过 刘月突然回头 看到身后那边的草丛 只是剧烈地摇晃 始终不见逍遥 奇怪道 哎 干什么呢 还不出来 逍遥焦急的声音传来 妈的 这破草 缠着我脚了 刘月无奈地回头 对一箭冲天道 哎 小疯的朋友 一箭冲天点头道 我明白 等逍遥拎着清明剑 满脸通红地 从草地里钻出来时 这边的铁骑 已经下令诸葛弩 对准了两人 瞬间剑如雨下 一箭冲天将刘月拉到身后 身剑一抖 六箭乱颤 弩剑是纷纷跌落在了脚下 一箭冲天冷笑道 哼 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少箭 铁骑一挥手 两群人从左右夹击上来 刘月逍遥一左一右的营上 瞬间已经撂翻了数人 圈中的飞云 也是震剑一挥道 兄弟们 拼了 众人在圈里的悠闲 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 心里也是窝火之急 这游戏 如果只能天天蹲在圈里练内功 那还有什么可玩的呀 众人其实都在等着这突围的时候 此时飞云一声令下 众人顿时如同下山的猛虎 一起冲出 去跟一箭冲天三人会合 但是他们是在圈子的正中央 一箭冲天他们 确实在圈子的最外围 如果随随便便就能会合的话 他们也早就突围冲出去了 一伙人刚一踏出圈外 立刻遭到了迎头痛击 而且是铁骑 带着行云 暗影 吹雪 三才剑之类的高手的迎头痛击 再加上少量的诸葛奴手 同旁助阵 些许暗器人才 在外面放冷箭 飞云等人立刻觉得 冲出去相当有难度 每两分钟 飞云又是一声令下 先回去 众人立刻又踏回了圈内 留铁骑蒙的人 在圈外是张牙舞爪 虽然没什么大的损失 但是众人的心里都是一梁 此番打斗已经不同于悬崖边上 悬崖边的时候 铁骑最期望的是 重伤重人之后扔下悬崖 所以一干手下都被嘱咐过 出手不能太狠 要害部位坚决不能下手 冷箭之类的招数更是使不得 这才让飞云这些人 在人数极度劣势的情况下 支撑了这么久 如今就在复活点的边上 没有了什么悬崖 铁骑的目标 已经是杀得一级算一级 杀到零为止 这下手哪里还有保留 鸣枪按键 插咽喉 砍脑袋 挖心脏 使得都是最具威力的招数 飞云等人 自然觉得难以抵挡 这些一箭冲天三人 都是看在眼里 他们这边都是些菜鸟 应付不难 而且一成混战的局面 诸葛弩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一箭冲天一声大喝道 通道来了 六箭拼成的风车旋转着飞出 眼前的树米立刻化为了空白 风车势头不减 一路朝着复活点柱飞去 沿途的众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哪里还有人敢挡 圈内的猪人已经是跃跃欲试 就等从这条暂时的通道中冲出来 忽然 从旁边传来一声爆喝 铁骑扔开了膀子 砸过来一记本雷打 一箭冲天一惊 生怕六箭被铁骑的盘龙枪吸了去 匆忙向回一收 已觉得六箭被一股尽力所扯 左手也过来握剑 双臂运劲猛然一扯 这一下 风车有如脱了江的野马 既没有被铁骑吸住 也没有被一箭冲天收回来 斜着飞向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一箭冲天大急 飞身就要去追 铁骑看出这六箭此时 已经脱离了一箭冲天的控制范围 连忙指挥部分手下过去拦截 一面仰天狂笑道 哈哈哈哈 一箭冲天 没了七角旋风剑 我看你这一路怎么杀过去 一箭冲天微微的一笑 忽然缓剑入鞘 双手一沉一伸 脚下尘土飞起 向旁边扩散 竟然形成了一个圆 一箭冲天脚下一挫 身子急速旋转 竟是边转边向前移动 像个陀螺一般 众人都看傻了眼 等到了身前才想起阻拦 纷纷抄了家伙 就当头砍去 哪只兵器却到不了人身 一道无形的气墙挡在其中 众人来不及诧异 一箭冲天的身子 已经更进一步 众人只觉得一股大力 向自己扯来 完全控制不住 一转眼的功夫 自己人已经飞出 跌落在地时 一箭冲天 人已经转出去好远 铁骑大惊 又想亲自上前阻拦 可是却已不及 一箭冲天悬出一段之后 突然原地不动 伸手一探 寒光一闪 剑又在手 已经散落在地上的六箭 略微地一颤动 立刻拔地飞回 沿途也是没闲着 树道血剑交相辉映 六人软软地倒下 一箭冲天回头一笑道 哼 我拿不回来吗 铁骑为之气短 而一箭冲天 大展神威之时 风潇潇正在林中 屏息凝神 查探着 京风的所在 树林中一片寂静 风潇潇抬起头 树头随风摇摆 仿佛天在一动一般 京风夸下海口 要送风潇潇回复活点 但是在三人的身影消失后 却迟迟不见她的动静 风潇潇知道 这种局面是对自己不利的 但是不知为何 此时却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难道自己 也是喜欢对极限的挑战吗 风潇潇禁不住地想着 忽然甩手就飞出一刀 风潇潇明白 自己如果不弄出点动静来 肯定是找不到京风的 但是这一刀的呼啸声过后 树林里很快就继续沉寂下来 难道京风已经不在了 风潇潇忍不住要怀疑 死盯着刘悦他们三人消失的方向 一点动静都没有 京风显然还在自己附近 树林里藏身固然容易 但是想一点声音都没有的移动 却是颇具难度 由于京风这个变态人物的存在 让大家都对自己的听力水平 有了很大程度的忽视 而事实上 任何人的耳力都有差异 而风潇潇的耳力 在高手中可算是一等一的 这个他自己早有察觉 只不过因为京风的过分变态 而被掩盖了而已 此时他耳朵竖起 身遭数米 如果有什么异想 肯定也是逃不过他的耳朵 只不过是比不上京风的精确罢了 这一刀没有试探出任何的动静 想来是京风识破了自己的诡计 风潇潇暗自发愁 想不到人民群众的智力水平 提高得如此之快 自己第一次识诡计 对方就已经不上当了 如此只能以身相诱了 风潇潇的身子突然从树后面窜出来 却不是飞起 而是大踏步地踩上了地上的枯枝残叶 这一踩还用上了内功 顿时咔嚓的声音直冲消汗 声音之响已经不用什么惊人的耳力 只要长个耳朵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京风依然没有动静 风潇潇是一脸的郁闷 此时自己身遭已经没有掩饰 能在树林里这样全方位地暴露自己 那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京风就是不动 弄得自己一点脾气都没有 忍不住开口大骂了几句 但是对牛弹琴的时候 起码还有个硕大的牛在眼前 而此时骂的人却连个鬼影都见不到 风潇潇骂了几句便觉得索然无味 干脆一转身 一边走一边回头喊道 你不出来我可走了呀 我真走了呀 我走了 你再也追不到我了 风潇潇是三步一回头 两步一摇手 转眼已经走出了数步 忽然身后一声轻响 虽然细微 风潇潇确实听得清楚 正是人踩在树叶上 才会发出的声音 风潇潇不动声色 嘴里一边嘟囔 忽然猛的一个倒飞 身子在半空中已经转过来 直朝声音传来驻奔去 眼睛瞪得溜远 这个方向 如果再有任何异动 已经绝对逃不过她的眼睛 风潇潇要的 就是惊风暴露个大概的方位 然后自己逼近 还怕她不露出形迹吗 想来她的目的就是拦住自己 自己假意要走 还怕她不露面吗 风潇潇是暗自得意 飞出了数米 风潇潇便放慢了脚步 仔细地打亮着眼前的一草一木 心里知道 惊风必然就藏身于此处的某地 只待自己把她逼出来 风潇潇缓步向前 此时 她终于严格按照 一箭冲天的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要求来操作了 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身前不到五米处 突然又是一声轻响 风潇潇的心头一挤 但仍然是不动声色 假意未查 继续向前 但是注意力 已经完全集中在了那个方向 风潇潇一步一步地逼近 心下提防着京风突然出手 想不到 京风竟然如此沉得住气 此时依然是一动不动 风潇潇也渐渐地紧张起来 此刻每进一步 自己躲开对方突然袭击的机会 便要降低一分 难道 京风就是在等那一刻吗 毕竟他的梨花刀 对自己的威胁并不大 这一点 京风应当也是清楚得很 想到此处 风潇潇的脚步 已经有些犹豫了 不由地更慢了几分 但是犹豫的功夫 到底也是踩出了几步 忽然 就在眼前的一棵树后 一道黑影闪出 几乎一出现的时候 就已在风潇潇的身前 与此同时 手一扬 已经朝风潇潇的脸上自来 风潇潇虽有心理准备 但事到临头 仍是有了些慌乱 此时只见黑影一闪 韩光已到自己眼前 不及细想 匆忙伸手加上 韩光就像是被夹断了一般 立刻熄灭在了风潇潇的指尖 风潇潇的头上是冷汗直冒 但是心下却仍不免得意 对方一击不中 兵器也不要了 立刻向后跃开 风潇潇张手就带一刀 却是忽然一愣 眼前之人并不是京风 居然是独阳子 独阳子的笑容颇有些诡异 风潇潇的心下有些惶惶 难道自己又中了什么圈套吗